阿sir 你好 多謝你給我參加 好 別客氣 你想拘捕什麼 還是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是那個數拍子那裏 我經常都聽 被那個拍子機干擾了 我能夠跟著它 我就數不定 但是反而我如果不用拍子機 其實就沒有人知道我是沒有跟拍子機數 就只是靠自己數 OK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很簡單的練習 譬如你開著拍子機 然後你就唱連續的半拍 或者連續的十六分音符 那你做不做到 譬如我拍子機 譬如我現在要唱半拍的話 那我就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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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以用拍子機或者拍手 那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練習 其實這樣我也可以的 但是一複雜了 就是過了這一個 那些十六 就是有混合了其他音符 即是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那一堆的那些 就開始不行了 如果單一這樣 我就可以的 嗯 有什麼辦法呢 我想你現在嘗試唱 嘗試唱這個節奏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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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想問一下 你說你拉的那首歌 你做不到那首是什麼歌呢 其實我很多首首歌都不行 如果跟拍子機就 但是我跟拍子機呢 那時候是不知道我 是沒有用過拍子機 從來都 OK 但是用極都用不到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上課 其實他去讀 我學了很久 他都不知道我 是沒有數拍子的 OK 我心裡有數 但是 真正 就是說 跟回幾多秒 幾多拍子 我就沒有的 這樣吧 憑感覺 OK 我覺得呢 你就是不可以 給拍子機干擾 你要 節奏是一個感覺 拍子也是一個感覺 我們不可以把這兩樣東西拆開了 一開了拍子機就變成跟 很多人就是 我跟不到拍子機 我們不是要跟他 我們是要跟拍子機一齊 你的目標是跟他一齊 你不可以比他 也不可以比他 你是要很主動地跟他對齊 而當你發現到你是快過他 或者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可不可以 立刻唱到一首歌 可能是你現在在拉緊的 或者示範給你看 你想不想到一首歌 或者一個旋律 你可以唱到給我聽 那個小步舞曲 你唱一下 你哼出來聽一下 是怎樣的 我最難 我最難 符點音符 是最搞不定的 就是 一符點 我就完全 是鼓的 我最難聽 你唱這首小步舞曲給我聽 好 我想問一下你 這個長音是多少 三拍 三拍 小小子 是不是 那個長音 你剛才是唱 這個長音 最後那個 最後那個就是兩拍 是 你說得對 但你剛才沒有唱夠兩拍 你打 打打打 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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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這個小節 如果我們開著拍子機 你就是要聽到他 打 打 然後你跟 你的 那個 你的 那個 那個音 就是再有一個負點的那個音 就要跟他第三拍對齊 所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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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每一拍 你要做些什麼 很多時候 問題就是 長的音 那些人不夠長 短的音 就長那一頭 你以為你拉長的音 已經太長了 其實是沒有 沒有來的 另外 有一個 我不知道這樣說 會不會很複雜 兩拍其實是有四個半拍 是不是 是 你拉的時候 一 一 二 一 二 二 三 你有沒有聽到我唱過三 的時候 我同一時間右手 就上弓了 如果我不齊的時候 會這樣 一 二 三 為什麼 上弓會遲了 或者如果遲了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換言之 那個 上弓應該是跟第五個半拍對齊 是不是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五 六 你唱一下它 或者我打拍子 你就會看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哼 哼 即是 頭那個是四拍 即是四下 是的 接著 那四手指就五 接著就六 這樣 是的 那個四手指佔了五和六 哼 但是其實那個五和六 應該那個五又長一點點 是不是長一點 不是啊 它互點了 五和六是跟著一個目觸 即是那個折疾的長度 是不是 是的 那 Ping Ping 你說我聽這個四手指的音 如果我們要數幾乎 它佔了幾多個 幾乎 不是六分一 不是 你不用回答幾多分一 你回答幾多個 十六分音符 一個小節 剛才我們就說有十二個十六分音符 是不是 頭那兩拍已經佔了八個了 所以現在有問題的就是 最後那兩個音佔了多少個 幾乎 那最後那個音本身也是一個十六分音符 那四個已經沒有了一個了 那前面那個負點那個四手指 是不是應該只有三個 那就是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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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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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有什麼節奏你不肯定的話 你不要怕做這一重功夫 因為這一重功夫是讓你很清楚知道發生什麼事 讓你清楚知道哪些音什麼時候出來 哪些長音要維持多久 譬如如果你不這樣數的話 你那個負點的音你可能只會大概長一點 實際上應該多長 但如果你說到給別人聽 原來它等於三個Semi Quafer 三個十六分音符那麼長 1 2 3 1 2 3 4 那就很清楚了 你想錯也錯不到 你如果按的時候你真的維持著1 2 3 一直到數到第3下你的四手指都還敢突然到 那你不可能錯 然後去到第4個Semi Quafer 你就先放開四手指 1 2 3 4 1 2 3 4 正正在第4個Semi Quafer 四手指才離開 不要早不要遲 那你不可能錯的 這個就是 如果你說負點很難 那你要做這一步 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找一下裡面 哦原來 我只是想著它長一點 但我也不知道它多長 其實一拍半的負點都是這樣的 一拍半裡面有多少個半拍 一拍半有多少個半拍 三個 那就一樣的感覺 剛才你說負點你比較弱是不是 負點千萬不要獨立一個音去看 當你負點你不知道長了還是短了 你不要只是去看負點 負點通常要 連接後面的音去看 這個節奏才有意思 譬如現在這首歌的 Dadaada 你甚至要連多一個音 即是一次過看三個音 Dadaada Dadaada 那你就很自然 唱得到和拉得到 如果你 只抽了這個負點的音 你再去看Dada 你不知道自己應該是 要長一點還是短一點的 因為 節奏不是獨立去看的 正如音準也不是獨立去看 音準是跟前面和後面有關 節奏很多時候都是跟前面和後面有關 只不過最初我們學琴的時候 一拍一拍一拍 半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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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獨立去看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遇到負點 或者譬如是 切分音你有沒有聽過切分音 Syncopation 有 有 但好像未去讀 還沒學過 切分音其實就是 唱的節奏和拍子剛剛是錯開梅花間觸 是一個感覺來的 如果我們只是抽 一個音或者某一兩個音去看 我們不明白這個節奏在做什麼 我們可以很辛苦的去數 去計算 好像數學那樣去計算 但是 不要這樣做 明白嗎 所以 下次你看到這些這樣的比較 長短不一的節奏 你要看多一個音或者看多兩個音去理解 多點唱一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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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看看你唱的時候 哒哒哒哒哒 跟拍子 對到哪個 位 你要嘗試去對準 拍子機 你不要當自己是跟著著拍子機 跟著的話一定比他慢 你會讓他牽著走 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跟他比賽 你要跟他 你給自己的目標 你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像拍子機這麼準確 搖 搖 搖 让他的声音个 扰乱了我 怕我就跟浪门 loves 你要 你不要这样的 你要你拉这首歌 就你拉这首 pres 只不过在你背后 有 anticipation 人就帮你选拆 Perez Pin Pin 我们不可能 除非我们拉一首歌 也没有伴奏 如果有伴奏的话 第二个人都会用着他的一些 一種速度 那很可能他伴奏的那一部分 是一個好像數拍子 一個拍子機這樣的段落 那你不可以不聽他 你不可以說我一聽你我就亂了 那他很辛苦 他不斷追著你的 所以那個辦法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讓自己容納到 兩種不同的感覺 一個是節奏的感覺 一個是拍子的感覺 而這兩種感覺 是互相影響的 就像一個人一樣 我們不可以說 只有副骨頭 就是骨頭就是拍子 是不會再轉的了 節奏就是 你的外表 或者可能你穿什麼衣服 你不可以抽了節奏去看 也不可以只是去看骨頭 音樂一樣 你在拉這些節奏的時候 你要裏面有一個好 穩陣的拍子感覺 那你拉出來的 才不會是快是慢 第二 nome 我就算跟著拍子 XXX路 我就算等著拍子 唱出來 你不會覺得 好像很生眼 你只會同一時間聽到 有拍子 標準 但都有曲 曲 有節奏 的 变化 你要讓這兩樣東西同時進行 其實我可不可以試試 如果有開拍子機 就先唱 可以 有信心才開始拉琴 因為能夠拉琴 就想不到 扣一下自己 非常好 第二步是什麼 就是 當我們不唱的時候 那個節奏是在哪裏反映呢 如果我們不唱是在哪裏反映呢 是在我們的右手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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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換弓 有時候換弓還換弦 是不是 就是在我們的動作那裏 你有沒有節奏感 或者你多有節奏感 就是看下你的用功 會不會遲了會不會慢了 用的功會不會時快時慢 時多時少 去定的 所以第一步 你講得對就是你先要唱了 你牽著拍子機你唱得準這個節奏 不用唱完整首 可能唱這兩個小節或者四個小節 可以了 然後立即拿弓去拉 看看你聽不聽到有什麼分別 看看你右手的動作 有沒有遲過拍子機 是的 那我就試一下 唱了先 我想唱就 跟拍子機是用錯 又要拘捕又要聽 是的 我再講一點不是跟 由現在起 不要用跟字 你一用跟就輸了 你就是投降 這樣投降 你不是跟 你是跟拍子機一齊 你要拘捕的時候 你要留意到它 有很多人說 拍子機不夠大聲 所以我聽不到 如果你很有心 很用心的話 就算拍子機是偏小聲 你會知道它在那裡 你最多是自己拉小聲 但是你不會 被自己聽不到 好像你在看電視 可能裡面的節目很精彩 但是如果有人 叫你的話 就算他不是很近 在你耳邊 如果他的語氣好像很急速 好像令你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大事 就算看得很入神 其實你也會聽到的 現在我們就是需要這種 不只是聽著自己拉 而是聽到周圍的能力 我最大的問題 其他那些 我覺得 都可以贏 我自己 還有 PingPing 你如果是很熟一首歌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你明白嗎 如果你很熟一首歌 你不會想 很輕易 被拍子機帶著 是不是 你這首歌練得那麼辛苦 你又那麼熟 又那麼有信心 哇 你的拍子機就是這樣 嘟嘟嘟 然後我就要跟著你 然後我就拉不到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會有一點點不奮氣 那我就會更加聽實理 我不會有機會 讓你告訴我 我錯 我會聽實理 我會跟你一起 我不會比你早 也不會比你遲 你要有這種心才行 如果你說 原來我快了 還要遲了三個小節才發覺 那就不行了 我想一開始 PingPing 是很難 說對準就對準 是有一個過程 但是過程是什麼 可能你 從最初 你要三個小節才發現到 慢慢縮窄到兩個小節 慢慢去到 每一個小節的頭一拍 你知道要對準它 或者第一拍第三拍 對準它 你看到這個範圍是慢慢收窄 你知道你要 有哪些拍子 你非聽拍子機不可 我覺得到最後就是 你有多刷角這件事 明白 但是 但是 一直都是搞不定 但是其實 他都不知道我是 跟不上拍子 他從來都沒有說過 你拍子不穩嗎 沒有啊 他 反而 負點音 負點 但不只會有一兩個音 他還說 你這裏不夠長 這樣 但是他都不知道我是 沒有跟過拍子機的 沒有跟過拍子機 可能 可能他不想太影響你 所以他覺得 拍子就算稍微有一點點 對不準 他就不會說 這個差很遠 這樣 但是如果 遲些學一些複雜些的歌 你懂得 用拍子機的話 你可以很放心地 等它幫你練 等拍子機幫你練 因為你有些很複雜的節奏的時候 你很可能是 或者有些難的指法 你很可能是用多了兩拍 讓自己多點時間去做到那個 按到那個音 但其實那個拍子機不對 拍子已經走了 是吧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拍子機 他是很沒有感情的 他告訴你 就是這個 所有技巧上 你要克服的東西 你一定要在這個小節 這幾拍裡面 你要做到 那你就這樣去幫到你練 如果你沒有拍子機的話 那你很容易會給自己 容易一點 容易一點的 我就衝快一點 難一點的 我就慢一點 不要緊 那你就會 一首歌有十幾二十個速度 這樣就很大件事 但其實呢 我又想想 如果那首歌很長的 是 如果我去拉的時候 沒有怕自己在身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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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去貼住那個速度的呢 你有沒有人跟你一起玩 有沒有人跟你一起拉 先 沒有 自己一個 你意思是 獨咒 是 如果我上課 那 我不會開著拍子機來 我拉的 那 也就是 就這樣拉一首歌 給老師看 那 但是 怎樣 是可以確保自己 一定是那個速度呢 你問得很好 如果 你平時多用拍子機練 就算你沒有拍子機的時候 你不會時快時慢 你可能會某一些 密集的音 即是十六分音符的音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點衝快 這個是正常 是自然 我們是人不是機器 是自然的 但是那個分別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很少用拍子機練 或者你不會用拍子機練 你長的音 是會真的可以撐成 譬如兩拍這樣 你可以 兩拍裡面有四個半拍 你知道 你可能撐了一半也未撐 你可能只是拉了兩個半拍 多一點點 然後你就下去了 剛才就是說 如果你習慣拍子很重要的話 你拉兩拍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你會數著四個半拍 其實 整首歌基本上 不論你拉的是一拍 是兩拍 是三拍 半拍還是三拍 你都是用半拍去數的 那你就不會擔心 差很遠 你說得對 其實就是 每個人的心裡拉的時候 是要有一個拍子機的 拍子機有時是用半拍去打 有時是用三連音去打 有時是用十六分音符去打 視乎那首歌 視乎那旋律 比如 一個長音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應該都知道 一個長音 三拍這樣 我們用一拍去數 是沒有意義的 一二三 這樣 你很可能 不夠長的 如果我們想很準確 那要怎樣 你起碼要用半拍去數 你心裡感覺到有六個半拍在的話 你的長音 差極有限 如果你能夠用十六分音符去數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那就更加準確 好像從前的秒錶那樣 我的準確的程度呢 是去到 多少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一般的 慢慢去到百分之一秒 慢慢去到千分之一秒 其實是這件事 如果你數拍子 是能夠用一些小一點的單位去幫你數 那你的長音就很有信心 你知道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你知道這個長音差了多少 哦 原來我的長音差了一個半拍 哦 原來我的長音差了一個半拍 其實 先生和你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 他懂得這樣去理解長音 他能夠用一些 這麼細的 細分的 節奏去數 那他就聽出來 你不夠長 但是如果你的工具 是跟先生一樣的話 或者你習慣 或者甚至比先生好 那你就 那你就做到了 那我就 也試一下 努力一點 去嘗試一下這個方法 是啊 每次都很難看 是啊 你一拉長音的那一刻 你就用半拍去數 嗯 是啊 如果你能夠變成一個習慣的話 你的節奏你絕對不用擔心 好 很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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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啊 那 希望解答到你 希望幫到你一點點 是啊 好啊 嗯 那我管你了 好 OK 好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 好啊 好啊 謝謝你 拜拜 拜拜